好 那在TubTub上面 天地劫這邊呢 已經有發一個消息了齁 這裡 天地劫優成佔領iOS 預定正式開啟 那iOS用戶可以前往 App Store遊戲預定版 或直接搜尋天地劫優成佔領前往 預定齁 那 總之就是 他是寫3月幾號 3月幾號 沒寫 我怎麼記得有寫 這一個 我記得有寫幾號 幾號呢 然後大師剛好是用 iPad去看 預定是 2021年3月11號發佈 可是這是iOS的 那安卓系統的呢 我看一下喔 安卓系統的 安卓系統 還沒有公告 不過他既然都寫 457應該是3月11日 開服啦 那也代表說除了iOS 安卓應該也會一起開放才對 那這邊沒有提到PC版 對這邊沒有提到PC版 那所以各位沒有 然後 iOS的先不用擔心 因為搞不好過幾天就安卓的 可以事前預定 然後呢 告訴各位一個消息 我剛剛 用他的那個連結 在這裡 這邊一個預定 然後預定要弄那個QR Code掃 那我就是用電腦再去掃 掃完之後呢得到什麼 給各位看 得到了無法使用APP 目前無法在你的國家或地區使用此APP OK有的是說 你 你是台灣人 你 不能 去 預定 天地捷幽城幻間 幽城再臨 這個手遊 他 無法使用 那 我現在呢想到的方式呢 除了 一個是換 一個區域啦 換區域這個方式我不會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下載他的安裝包 就是APK檔 那APK檔是安卓用 可是iOS要怎麼用 我還要研究一下 那 目前的話 先給各位製造這件事情 所以目前是沒有辦法 你用 身在台灣也沒辦法用 你的iPad或iPhone 去預定這個功能 所以 目前要怎麼用呢 希望有人可以教我啦 那 我現在是 等安卓系統啦 那安卓系統應該會釋放出AP檔 APK檔 AP檔到時候應該就很好拿到了 所以 這個沒有辦法 好啦 這個消息就先告訴各位 總之呢我們可以期待 明年的2021年呢 2021年的3月11號 欸16號吧 11號 在3月11號 你就可以玩到 幽城在零 那 安卓應該也會有 有系統 然後PC版的有沒有系統呢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消息 那 呃 要怎麼先玩 錄測呢 錄測那邊 因為錄測箱是實名制的 所以 我記得是要 台報證 台報證 你是台灣人的話要台報證 然後跟 大陸的手機 那 是不是只有台報證就可以玩呢 我不確定 要查一下 好 那我們用這個 忍者被虛史 手遊 錄測的這個 給大家示範一下 那 在登錄遊戲之前呢 呃 因為大陸的實名制的關係 根據國家規定 玩家需要實名認證 否則後續無法正常遊戲 那 這邊呢 一開始 一開始是這個身份證 那就是大陸的身份證 但是我們沒有 所以 你就點左下角這邊 博士身份證 然後 這邊一個 台報證 那台報證的話 他要寫姓名跟台報證 那 如果你有台報證的話 應該就可以登錄了 那 後面 是不是要寫手機號碼 我不確定 對 我不確定 因為我現在 還沒有跟朋友拿台報證來 來試試看 那 如果 大家對天津姐有興趣的 觀眾朋友們 那 首先 你一定要有台報證 他可以先玩到 不然的話 就等台版吧 我相信台版應該在 陸方那邊 3月11號 開服之後 應該一兩個月 應該台灣也會開服了 我覺得應該會這樣子 所以 大家 要不然就先提 要不然就是 再等一下子 那 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假設你都 很想玩 你也沒有這些東西 怎麼辦 在 手遊 大陸那邊的手遊 的規定好像是說 如果 如果你 沒有這些東西 好像兩週還一週內 你只能體驗 一個小時 齁 也就是說 你可能兩個一半才能玩一個小時 那你還是可以玩 那 就是先體驗一下 那個 操作的介面 改成怎麼樣子這樣 好啦 那 大概是這些方法啦 那希望有幫助到 一些觀眾朋友 有一些 有一些的疑問 好 就這樣子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各位的觀看 拜拜